今天我们做一个国风美甲 首先打个底色 好 涂好之后去照灯 照干之后我们给它做一个小过渡 用我们的小海绵 沾点拍拍胶 一点点的向上去给它做过渡 越到颜色 越到上边颜色越淡 好 过渡的差不多了 咱去给它照个灯 好 然后我们取点水彩 这个假面前缘 给它涂上这个色块 那啥要求啊 就实意涂 主要是把这个颜色给它衬托出来 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在上面画彩绘 这样向上推 把这个颜色给它推开 加深我们中间这个颜色 然后水彩不需要照灯 我们自然晾干就可以 然后我们拉一条线条 这样给它拉过来 代表一个旗袍的衣领 然后这边再拉一条线条 然后我们相对把这个线条 给它加深加出晾干之后 我们用一个小拉线笔 把它变圆 给它拉上线条 这边还是你一样的 拉线条给它包裹起来 然后我们在颜色深的地方 画上花瓣 先用个小圆头笔 把笔压下来 然后这样收笔 一个小花瓣就出来了 这个花瓣的中心点都去在一起 好 然后去给它照个灯 照干后我们把这个花瓣的地方 给它涂上磨砂封城 然后再照灯 然后把我们这个小花心 给过渡上我们底下的这个颜色 把这小花心慢慢的向上过注开 然后我们再给它自然晾干 水彩晾干之后 空气处再给它加一层花瓣 边缘再给它加点 那也稀释了点花瓣 点缀点氛围感的小青条 好 然后去给它照灯 好 粘好小珍珠 我们去给它照灯 好 最后我们给它涂个封城 看一下效果 好 这款新中式的花卉美甲就做好了